跟長者們面對面 台北市長蔣萬安表情嚴肅 因為這幾位都是228受難者家屬 10號下午 雙方在台北市228紀念館見面 因為這一詞是我非常關切的議題 所以我們都還會請文化局 做相關的安排 台北市府每年228這一天 都會舉辦紀念活動 蔣萬安身為市長自然得出席 但蔣家身分 更藏著歷史傷痛的原罪 蔣萬安在228前先拆彈 傾聽受難者後代談過往 文化局長蔡思平就說 蔣萬安很清楚 無論是蔣家的寫員 或是市長的身份 他都不能不面對 每年228都會出席 也會跟這些家屬們面對面 即使他們可能會對你吐口水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就這麼簡單 OK 不會迴 不需要去 不會迴 曾親口承諾不會迴 這場會面讓蔡思平說 感覺得出年輕市長的內心深處 肯定百感交集 誰叫他姓蔣 誰又叫他當選的市長 這都是不能閃躲的命運與責任 蔣萬上的一堂 他必須補修的功課 而這一堂課還會繼續 228紀念活動怎麼規劃 北市府佔不透露 過去蔣萬安曾提出中正紀念堂轉型 引發聲欄反彈 如今迎來228縱使這門課 沒有修完的一天 蔣萬安也得先取得合格的分數 TVBS新聞 蕭英強 黃俊維 立憑一 SN小組 台北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